我们再来屏东的陈先生 陈先生请说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从那个经济方面 那如果说每一个房子都是那么贵 那大家说是寿星阶级 那假如房间它剩下多少钱来消费 那总有一天会造成一个泡沫 那泡沫形成的时候 那台湾整个经济就完了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那为什么政府可以用政策 去限制这些房价呢 当然地段好的地段 那当然是有限 供需它当然是不平衡 可是这些好有钱的人 他愿意住这个好的地段 这是人家有钱 可是政府他应该是去收取高税 限制一些人去进来 那如果说像我们那个副主委讲的 那什么事情都不管他 供需法则OK 那政府你不能什么土地税 减免什么遗产税减免什么税都减免 连那个营业税也要减免 那鸿海赚了100亿 那对台湾有什么贡献没有 好谢谢你 其实我们刚听了出来 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其实对豪宅都有很多的怨言 那也有人提出建议 那我们这边就要问一下副主委 刚刚他们还是觉得豪宅要扣重税 你们为什么不扣 我给大家报告 所有民众的忧心都是政府的忧心 现在大家可以听出来有几类人的忧心 一类就是他寿星阶级想要买一个适宜的住宅 这个忧心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 来满足他居住跟购物的一个需要 那另外一些人的忧心是说 会不会有些人赚很多钱 他没有把它分享给大家 那这个当然是税制要去考虑 这是另外一个方向 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资讯 有时候不透明 我们曾经跟业界这段开会 业界就是跟主持人刚刚讲的一样 他说他们也觉得有时候 广告夸张了一点 他们自己也觉得应该要收敛 这个他自己都说了 那有时候就说民众他要买房子 在短期内他希望能够买 但是能力上需要政府来帮忙 所以我们给他租屋 也可以帮他租金 给他三千六百块钱的租金的补贴 或者我们在长期来讲 青年的成家也给他两百万的免息贷款 那这些东西都是让他有选择的 较多的机会跟那个东西 那政府一定是从各个角度 让各个阶层的人都安心 已经购物的人要安心 还没有购物的人安心 刚才也有还没有购物的 也有一点忧虑 因为他买不到房子 买不到的也要让他安心 所以我们都分别要用不同 就好像一只手 如果我们只有动了一只手指头 你是解决不了问题 不但要切割不同的市场 而且要五只手指头同时进去 才能抓住一个问题 OK 大全你刚听到 就是说政府特别对这些中产阶级 希望让他们能够买到房子 然后有很多的政策 可是好像民众还是不满意 还是买不起房子 你觉得原因在哪里 这其实我觉得要讲几个心态的问题 其实当然这个很多人的心态 像花老师我们这也认识 我常常会念他们学者 因为他们念学者 这个不食人间烟火 因为有另外一位 我们也很熟的老师 常常在讲一个事情 有多少年轻人之前 听他们说要泡沫了 结果七百万没买 涨到九百二 然后那个老师又说要泡沫了 就又没买 然后一千二 OK七百到现在一千二 永远买不起了 那现在问题心态是这样 就是说我要不要等不景气 不景气又不敢买 大景气又追不上 其实这个问题是 政府要去做调节的动作 一定要有一个态度 很清楚 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很多种声音 其实代表很多种立场 你看刚刚高雄那位朋友 他就 我们很便宜 不来买 对不对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不换寡而换不均嘛 现在大家都想进台北市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住地保的 是不是 事实上我们应不应该 让地保存在 其实我觉得从底经济角度 应该要有这种对不对 否则的话 今天所有的Benz车不准卖 否则你政府也不能给打压房价 不能说Benz车以后只能卖30万 这也不对 他有他的市场机制 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一个相对剥夺感 是分母的问题 是总体经济 因为分母薪资没有涨 所以上面的分子越来越重 就压得觉得很难过 那这个对不起 这个也不是房地产的问题 那刚刚副主委有提到 说青年的贷款200万 这件事情我就真的要讲了 副主委你我们去了解一下 青年安息成家专案 实际落实的状况 再到了一般的金融机构 因为我是其中的一个讲师 我必须要跟你很诚实的报告 到了一般的银行 这个半成的比例不到三成 为什么 因为太多的银行说 我原来已经带好了 乘坐的一个利息 你政府补贴 我根本不理你 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讲 我拜托 政府这些公务人员 麻烦你真的找到 有买过房子的经验的人来做吧 这个政策到现在目前为止 执行真是一塌糊涂啊 把马英九的政策都搞到乱七八糟了 真的我要讲 所以政府的美意都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落实 那个冷气房做出来的 我要再补充一句 还有一个问题说 像现在常常讲房地产 有什么明星学区的房子 我就讲这件事 你不要把所有事情 怪到房地产市场上 明星学区 为什么这种房子还存在 就代表教改失败吧 OK 好 刚刚就在批判说 这些美意呢 都被扭曲了 而且没办法落实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继续 你可以在一个很好的区域里面 去租到一个房子的话 你可以善用那个区域 附近的公共建设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